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新闻搜查单元国际版 我们的来宾老朋友林少宇 资深媒体人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大题目 一个非常切近的题目 而且是一个对全球 包括台湾在内都有极大影响的题目 那就是America's Ugly Election 丑陋的美国大选 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 这是一篇文章的 一些经济学人文章的标题 在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出现 那因为这个事情 事实上跟我们现在切身关系也蛮强的 而且这事情还没有发生 可是美国选举 还有大概差不多两个月不到就要投票 可是已经有一个英国重要刊物说 这是一场丑陋的选举 那至于是会怎么样丑陋法 应该是有点意思可以谈一下 作为美国最坚强精实的盟友 英国人这样说 你怎么解先讲怎么解读 要看是英国谁在说 基本上从川普2016年开始当总统以来 我觉得英国朝野上下 对川普大概也没什么好话 或者没什么好脸色看 更不用说经济学人这样的老牌的 经济跟政治杂志 向来是他虽然不会直接骂你 可是那只笔冷冷在旁边 加上这么一句就相当刺人 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不可以说英国在看待 波罗斯亚森跟Donald Trump 是两套标准 可以这样说 波罗斯亚森毕竟是自己的 而且他对于英国来说 波罗斯亚森现在是首相 他的动静观瞻 不是一个外国元首可以相类比的 波罗斯亚森有时候也是非常不假辞涉的 比如说他最近为了要推翻 当初跟欧盟定的在北爱尔兰 贸易地位问题的协约 他不惜违反国际法 要去跟英国打官司闹这个事情 对经济学员就没什么好话 因为你知道是违法的事情 你还要去做 而且做这个事情 不见得对你是有好处 所以别被经济学员修理了一顿 这个事情就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好 那么这一篇经济学员的文章 是 开始阅读 基本上这篇文章讲的是 或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 万一美国总统选出来以后 那个书家不承认书该怎么办 那这个书家基本上 70% 我是这样推估的 70%指的是川普 30%指的是拜登 那这两个书家情形有点不一样 先从30% 拜登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情况开始讲起好了 拜登虽然跟川普比起来 他是个谦谦君子 可是万一他输了 而且他这次是在绅士看长 刚看好的时候输的话 我想他的支持者也不会 不会散发刚休 最近也有一些说法传出来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拜登在这个 从选前到现在为止 名标都一片看好的情况之下 还输了选举的话 有可能支持者会去挑战这个选举的结果 甚至认为这个中间有一些 这个川普利用他的行政优势 去操控这个过程选举结果因素 第二是说这个在美国的西岸 尤其是加州 这个选举人票最多支持拜登的州 如果说这个拜登失败了 加州已经有很多人出来说 我们要推动加州独立 对那这个加州独立会不会成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们一定要换到某种东西 换到说我如果你不要我 不让我独立 所以加州独立很可能成真 因为他他拥有的资本跟资源 跟人才跟科技等等的 足以构成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其他的联邦 不让我走的话 那不让我走的话 你就得拿点东西来换 那当然这个换有可能是说 那你就重新验票了 可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这个交换条件 这也是美国的媒体传出来的 有个交换条件就是说 你要修宪 这个我愿意留在这个联邦 前提是这个联邦要修宪 修宪修是哪一条呢 不要再去用选举人团的方法 来选总统了 改用普选的方法来选总统 等于是说把上一次 这个希拉蕊跟川普那一口怨气 也出掉了 就因为希拉蕊赢了普选票 选举人团票输了 可是普选票是赢到赢了 3%到4% 那再加上未来为了长久计 选举人团是当初的利益虽然好 可是这个时空环境已经改变了 现在如果这个美国 这个自愈为民族国家 还在搞这种间接投选举 也太不像话 所以干脆弄个直接选举 有多少人投票就算多少票 你刚刚提到这个交换 如果真的有提出这样一个交换条件 你会感觉这个交换的两边 也就是砝码 不是太有机可能 因为一方面在谈的是 我比较独立 那我就是要退出这个联邦 退出联邦本来是一个 Gentlemen's Club 基本上是 对 从他加入的这个 也就是说几十个州 凑成一个国家 长远的历史显示 大家都愿意带来 是 大家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利益 但是他如果说我要离开这个 我另外独立成另外一个新的国家 而且要建立一个新的政体 这个看起来事情是比选举方式要大得多 对 这个加州是有这个资格的 因为他基本上他靠海 他不像其他的内陆州 你要独立也逃脱不了 必须依赖这个世边的 这个其他州 或者联邦政府的依赖程度 是非常强的 加州一方面靠海 靠海就有港口 有贸易的这个往来的便利 加上他本身的资源就太丰富 所以他他比较有机会 大声的去去提这个要求 美国另外一个州 也是个大州 是叫德州 德州是更更鲜明的一个 这个他们叫Long Star 这个孤星州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州县里面 就规定说德州得以随时脱离联邦独立 就是因为当年他德州并入联邦的那段历史 让他保留了一定程度的 我不爽我就可以走掉的这个前提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川普如果没有当选 德州 没有当选 没有当选 德州会有什么表示 我觉得基本上德州现在 依照现在的选情来看 他的这个支持跟反对川普的 这个声音是一半一半 对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德州过去是向来是红州 就是共和党的州 可是这次选举呢 基本上是红蓝势力相对 在上个礼拜这个美国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选举 民调网站叫538 那538在这次做的民调里面呢 至少到上个星期为止呢 都还是这个红银蓝 大概略胜3% 3到5%之间 本州呢 现在蓝反而倒转过来 就是民主党倒赢 共和党差不多3% 这一来一往之间 就是等于是民主党 增加了8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这次德州变成一个关键州 到底是个红胜出呢 还是蓝胜出 事实上还很难讲 回头来 那加州不一样 对不对 加州 加州不一样 加州向来是蓝州 所以说如果说拜登输掉的话 这个蓝州会非常的这个坐立难安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像加州已经表态 是 是吧 那部分人表态 并不是州政府或是这个 那么还有其他哪一些州 会在这种 他不满意的结果之下 对于整个联邦制度 带来比较大的 目前有些州 过去有一些独立声音出来的州 比如像新一跟蓝的 缅英州还是什么州 那六个 东北那六个 对对 他基本上没有一个州 真的有独立的这个本钱跟条件 加州跟德州 或是沿美国西岸的 这几个奥瑞冈州 华盛顿州 他们有这种条件 如果真的这件事情 酝酿成有这个 三与欲来 有这个条件成熟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是喊的 比较大声的州 是 所以美国会窄一点 美国会窄一点 我基本上我觉得不太可能 可是我觉得能够 能够换到一个这个 相对来说是一个 还不错的条件的话 是值得一试 这个未尝远记 修宪也许 因为美国修宪门槛非常非常高 如果能够换到这个 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倒霉是全世界人 要忍受川普四年 就是 好 可是在 现实上来考虑 川普似乎 曾经 表示过 他不认输的 他已经表示好几次 他甚至说 如果我输的话 就是民主党作弊 在没有投票以前 就已经这样讲了 如果我输的话 就一定是民主党作弊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为人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蒋南俊人就是一个无赖性格的人 对啊 就是老子要怎样就怎样的意思 所以这篇文章 接下来还有些什么样的 这个发展 接下来这篇文章 就是说如果输家不服输的话 其实 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 输家服输 只要在这个选举当天晚上 或第二天 打个电话给 这个获胜的人 就代表我的风度啊 他说 这其实不仅仅是风度的问题 而是民主政治最重要 就是权力交接的问题 如果输家不服输的话 就表示权力交接会出问题 不管你是当天不服输 或第二天不服输 甚至你到 种种新总统要就职 前一天你都不服输的话 表示 这有两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这有两个月的时间 文章里面提到 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这个文章里面 没有提到有什么样的发展 他里面只讲到说 今天如果说川普跟这个拜登 他们之间的初选票的差距 大到8%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算川普耍赖皮 他也很难去扭转颓势 可是呢 如果说今天两人差距 在8%以内的话 川普就很可能会 因为在8%以内 就代表支持他的人 相对来说是多的 就代表他有机会去 想要去扭转这个劣势 然后第一就是说 他可能会拒绝交出 他手上的权力或是政权 那这样的话 对美国对全世界 都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那至于这边选举 有没有可能是8%呢 你同样的 就要这次 就要我刚才说 那个538的那个网站 来看 他从开始做民调以来 拜登跟川普的两个人的 这个普选票 从来没有超过8%的差距 最多最多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6.8%左右 意义就是说 经济学人的8%的这个门槛 预测是对的话 如果538的这个预测 也是准确的话 意义就是说 在选举当天 川普可能会输 拜登不到8% 照这种情形 他就可能会继续耍赖下去 那权力没有办法交接 就等于美国会动荡 美国会动荡 就等于全世界都会动荡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刚才讲过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讲完之后 有另外一个去的 选举结果的兵棋推演 我们叫做好了 是有一个叫做 The 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我中文把我把它翻成是 权力安全过渡计划 就说Transition是过渡计 它是在去年的 2019年 美国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 这个团体是由美国的 这个前行政官员 从前白宫幕僚长 前国防部长 这些大官员 到中的中成阶层的官员 以前这个党务的 前美国的共和 跟民主两党 负责党务的人士 然后还有媒体界的人士 还有学界的人士 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团体 他主要目的就是看到 川普在施政的时候 种种无赖的行径 担心川普如果说 今天不选举结果出来后 他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 而拒绝交出政权 就拒绝权力过渡 权力交接的话 美国会发生什么情形 然后他在研究了 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 在今年的八月份 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公开一份研究报告 他的这个研究 事实上是用 兵棋推演的方式来举行的 就是说他模拟了 四种想定 是个不同的情况 然后由这些人来说 OK 根据这个情况 那么你会觉得 第一步川普阵营会怎么做 拜登阵营会怎么反应 等等的一直推演下去 这四种情况分别是 第一个是拜登大赢 拜登大赢 第二个是川普大赢 第三个是拜登险胜小赢 第四个是输赢难定 不是川普小赢 不是川普小赢 就是胜负难定 胜负难定 那根据这四种不一样的情况 他分别做四种不一样的 这个兵棋推演的程序跟结果 那我们今天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我们先讲两种情形 比较有趣的情形 第一个是输赢难定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让选票开出来结果 这个让有各说各话空间 然后一直到总统就职日当天 都没有办法搞定 谁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那这一队美国总统 到依照美国的宪法 到总统就职日当天就会去职了 所以他必须要强迫去职 总统就职日傍晚的时候 美国就没有总统 这是这种情形 第二个情形我们来讲讲 如果是拜登险胜的话 川普那边一定是不甘心的 不管他或是他的支持者都不甘心 那不甘心的情形之下 拒绝交出政权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今天来聊聊 这两个 对分享这两个 先讲胜负难定 输赢难定的结果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之前高尔跟小胡锡 那个算不算胜负难定 那个算胜负难定 就是以那个形式来相差 第一个票数不多 第二个是选举人票跟直选票 普选票是有争斥的 是有争斥的 对当年在选举当天跟第二天 双方也僵持不下 然后最后是靠美国最高法院 政治解决去摆平的这件事情 高尔也从善如流 说那我就为了国家长远着想 我就不去争了 不去争的结果 当然是小布希当选了 可是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 高尔这边表现出来的风度 跟他愿意愿意为长远记的关系 然后他也不去争执这个政治解决的 这个最后结果 所以让这件事情才能够平安落幕 经济学员刚才讲到经济学员那篇文章 事实上讲的也很 他讲他做他把2000年情况 跟今年2020年情况做对比 他说当年2000年高尔跟小布希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是美国人最有自信满满的时候 第一个 91还没有爆发 中国也还没有崛起 美国仍然是在世界上是呼风唤雨的国家 可是当时小布希跟高尔的争执 也让所有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人 跟支持民主党的人揪心的不得了 那么你想想看 在那样的情况 美国非常有信心的情况之下 那个选举在那几天都这么紧张 两边对视 选举结果让两边对视紧张 那么今天美国是一个衰败中的国家 外面有中国决体的压力 91发生之后 美国一直受到各种国外势力 跟恐怖势力的挑战 然后相对来说 这个虽然小布希当总统 八年大家都很讨厌他 可是比起川普来说 小布希算是一个温和派的总统 那么现今你出现的是一个 是一个温和理性幽默的 中道 对对对 可是你今天换到一个川普来当总统 你想想看 美国的这种社会对立 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好 这是比较了 是这是比较 但是胜负南定还有其他什么样 他也讲的很细 他胜负南想定的结果是说 这个选举结果呢 有三个州 这个一直没有办法迟迟开出来 一个是佛罗里达州 佛里达州为什么没有办法开出来 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大州 他的这个选举人票 不仅选举人票非常多 而且他的投票选民非常多 他这次大量采用通讯投票 那通讯投票呢 这个川普就事先已经先做了打底的工作 他说通讯投票一定有作弊的地方 就还没有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他就先先讲这话 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给支持他选民打一个叫做定心针吧 应该是打一个预防针 预防针 就是说我要出的话 大家就去找这笔账去算 然后呢 所以那普里达州 大概就前两天就已经开始通讯投票 你说在选举前两月就已经开始 你就可以寄选票出去了 那么再加上他的疫情非常严重 因此预期会有很多人用通讯投票的方式 他不会去真正去跟你排队 就怕这个感染到病毒 那么因此的佛里达州 被这个兵棋推演的这个预测为说 是一个会发生增值的州 然后另外两个州 是密西根州跟北卡 北卡向来也是这个蓝绿 相持不下的地方 密西根州是另外一个摇摆州 这三个州呢 根据权力安全过渡计划 兵棋推演的想定呢 是在投票日当晚 迟迟没有办法开除选票来的州 那么川普呢就使了一个见招 他在那个投票日当天晚上呢 他就根据亲自去投票选民的 这个选举的预测结果 要求拜登宣布他落选 而且利用他现任的优势 要求美国的右派媒体 停止报道开票进度 因为迟迟开不出来 他就说这中间一定有舞弊的情形 所以你们媒体不要再报道 这个开票进度了 我们要现在要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现任者有执政有他优势 然后呢 他这样不是在法律上 就是在干预选举了吗 是啊 可是他有正正有实质 因为我怀疑这里面有选举的情形 有舞弊的情形 那么他干预选举 他违法的事情也做了很多 也不少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他还质疑说 开票日当天没有算完的选票 到第二天继续算 是不是合法 因为各州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他说联邦跟这要求这个司法部去查 联邦跟各州法律 他是不是哪一州有违法的情形 就要去查 然后呢 要求呢 各州的共和党的临选官员呢 停止 立即停止计票 就把这个事情变成 搅混一潭污水了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 他要求司法部派出联邦的执法官员 到全国投开票所 用保全选票名称 让这些选票大家都不要动 也就是不能计票了 那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说 是非常伤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的支持州 大部分都在西岸 而西岸跟东岸有时差 就是说他西岸票是晚开出来的 他如果能够在西岸票 还没有开出来之前 或还没有开票之前 他就说我已经赢了 或者说拜登 你这个共和党选票是有问题的 或通讯投票是有问题的 那么民主党在西岸票 是永远就开不出来了 这是在刚才你提到的 这个演习想定里面 是是是 川普会使得见招 他最想定里面 川普见招很多 好稍后编课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新闻搜查国际版 陪我们一起进行话题 讨论的是老朋友 林少宇 少宇 是 你刚刚提到了 有这么一个组织 对 他这个 挺有点拗拗口 对 他叫做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 安全转移计划 或安全过渡计划 指的就是这个新总统选出来了 旧总统这个还没有卸任 之前这一段期间 在民主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因素 就是输家必须要认输 那认输前提并不是说要表现他的君子风度 等等 而是表示说 这个认输的表示这个美国 交出权力 交出权力 而且权力是可以安全平稳的 过渡的 而不至于说有人抗拒交出权力 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这个应该讲说是一个什么计划 他就是一个民间团体 他为了这个忧心 美国这次总统选举会 权力会没有办法顺利交接 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团体 然后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 这个这次美国选举 可能出现的四种状况 那我们刚才提到第一种状况 就是也是最麻烦的状况 就是万一这次选举出来 结果是胜负难定 胜负难定 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 或者不是说该怎么办 是川普会怎么办 会发生什么情形 那刚才讲到川普会出一些见招 那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 拜登他也不是省尤敦 他不可能就做事 这个机会流失 因此拜登在开票夜 当天晚上就宣布说 各位选民我即将当选 可是大家必须要等到 这个全国票开出一定程度的 一定比例之后 他才会宣布当选 因此他要求每一票都不能漏算 OK 那就是说意思说 不管是亲自投票的票 或者通讯投票票 都必须要开出来 都不能漏算 然后这个开票的程序 跟台湾是一样的吗 类似 可是美国的选务单位 大部分都是由民主跟共和党 两党的党工去执行这个选务的 因此这个一直有争执的情形 或是有疑忆的情形 两党的人就在那边 或是会讨论 或是争执说 这张票到底有没有效 或是没有效 尤其不知道通讯投票 会很麻烦 是因为通讯投票 有时候要看签名符不符合 然后是不是寄来的时候 或是邮戳 是不是超过了时间 等等 这些情形都会出现很多 曖昧不明 或是模棱两可的地方 这时候两党的选务人员 就要沟通 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就变成有疑意 疑意的话 因为牵涉到党务工作 就必须要上法院去解决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次的通讯投票情况特别多 通讯投票多到说 你在很多大州 绝对不可能当天晚上 就把所有的通讯投票 加上实体投票 全部票都开完 一定是搞到第二天 甚至第三天以后的事情 每个州都有一些规定 有些规定是有规定 邮戳的截止日期的 过了邮戳截止日期就不算了 有些规定是说 只要在选举投票之前寄来的都算 这个意思是说 我前一天把选票交进去 我都可以当成是有效票 那这个票数累积就会比较多 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礼拜以后 甚至十天以后才有办法统计完 如果再加上选务人员之间的增值 这些问题票要重新计算 然后甚至还要去上法院解决 所以会让这个选举结果拖了很久 问题不在于 它在程序上跟实务上是如何拖延 或者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审查 问题是在于 很可能选举的双方至少有一方 希望他是有问题的 没错 通常希望有问题的那一方是已经有既定优势 就是他是现任的那一方 因为他有既定优势 那川普基本上就是这一方 拜登要求一票都不能漏算 这个要求也十分合理 也自然有他的支持者会去支持这样的结果 拜登阵营除了呼吁一票都不能漏算之外 还组织了这些中立的精英人士 民选官员 退休的将领 去跟媒体沟通 然后并且组织和平游行 去营造动能 共和党民选官员 就是支持川普已经胜选了 然后也表示说 中间有一事选民舞弊的情形 但是对于川普要出动军队 去各地平乱这件事情 反而不置可否 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 如果出动军队平乱 在这个时候是雪上加霜 他们宁愿暂时先做毕上官 然后民主党继续在执政州 继续去算票继续计票 然后并且联合那些州的共和党员 监督跟保全选票 然后一个多礼拜过去之后 因为美国的选举是 根据大选结束以后 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必须组成选举人团 到每一个州的首府去投下那个票 那个票单 投这个票单是仪式性的 因为已经知道 那个州的选举结果了 你就知道那个选举 就投票出来 然后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这三州 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最后结果也有争议 你刚刚讲的佛罗里达州 密西根州 北卡 罗莱纳州 这三州是在 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组织的想定里面 想定里面 假设可能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对对对 没错 那这三个州 可以大致上 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现在投票倾向 是倾向于 佛罗里达 刚才已经提过 他这个 佛罗里达向来是 共和党 稍微多于民主党的州 可是这次选举 因为共和党的州长 一开始 非常听川普的话 认为这是一个 这个疫情 不够干干嘛 所以佛罗里达州 死了非常多的 所以新冠疫情 会带来给川普 极大的冲击 是没错 尤其在佛罗里达州 一直这个州长 展现在民调上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数字的下滑 比如说最新的 538的民调数字 是佛罗里达州 支持拜登的人 有50.6% 支持川普的人 48.6% 就是中间差了两个百分点 可是在这之前的民调 都是川普领先 然后拜登在本周的民调 扭转过来 胜负相差 大概足足捞了6个百分点进来 密西根州 基本上是民主党 占了更多的优势 本周的民调是密西根州 拜登53.3% 川普的45.6% 相差了7.7% 然后我们还有说是 北卡 拜登是50% 川普49.3% 就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这三个州情况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 是密西根州 辅会 不同党 他的州长是民主党籍的 他的议会是共和党 辅会相职 又是另外一个会让选票的计算结果会引起争议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讲到说选举人团没有办法选出来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民主党友好的州 比如说密西根州 他会觉得说我民主党是州长 我是挺拜登的 我就干脆再派一组选举人团到州议会来 这一组选举人团是倾向于支持投给拜登的 想要用这种方法来强迫让拜登当选 OK 这是一种做法 这是一种 你可以说是民主党的走法律漏洞的一个部署 这个我不太懂 你可以讲 说当这个选举人团 因为选举人团是依照美国 他不是这一周的普选的代表 普选如果是拜登赢 他选举人团就会投给拜登 如果普选的结果是川普赢 选举人团就会投给川普 可是当这没有办法决定谁赢谁输的时候 州长有权利去指派一组选举人团出来 他就可以选择 比如选举人团有12个名额 他就选择 这是他的州的法律 这是州的法律 各州情况不一样 有些州是不能的 所以密西根是这个情况 他就说我来组织一个选举人团 因为法律规定 选举人团一定要在投票日之后 一个礼拜要组成 我不组成我就违宪了 那我如果不违宪 我就组成一个选举人团 他就给hand pick 挑这些人 这些人是投给拜登的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美国社会运行有很多 是根据常规 或是习惯去做成的 没有法律 他不完全是宪政 对 也不完全是法律 能够规定得到这么细的 然后呢 这我们刚才讲到 这三个州呢 选票迟迟不开出来 最后终于 这个权利安全过渡计划呢 终于推演到说 第一个 北卡呢 拜登赢了 第二个 佛罗里达州呢 川普赢了 可是呢 密西根呢 计票都一直没有办法寄出来 然后呢 偏偏呢 这时候发现 有一个疑似 拜登的支持者 倒毁选票 破坏选票 因此呢 这个当地的选务单位 就宣布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只能宣布 川普获胜 就是说 川普 因为这样一个 不正常的选举 结果 让他赢了密西根州 而这个疑似拜登的支持者 很可能是川普的支持者 有可能 就是至少在当时是查不出来的 然后呢 所以让密西根州呢 重新选择另外派的一组 支持拜登的选举人团 因此 选务单位宣布川普获胜 可是州长说 你这个宣布也不合理 事情都还没有查出来 你就要宣布川普获胜 也不对 总之 它会变成一个 阴谋论对阴谋论 是 乱上夹乱 闹越大越好 好像是这样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新闻搜查国际版 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 少宇刚才我们介绍的 一直是今天的焦点 是 那就是美国有一个组织 叫做权力安全过度计划 组织 也就是说在总统 切任就任之间 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 理性的 正向的 而且是安全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监督力量 使得全国的权力能够 这个之前没有过 之前没有人做这么 没有人这样想 美国这么民主的国家 美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民主的人 没错 这是文明的 对 怎么会需要这样 全世界民主标杆 就发现美国人最恐怖危险的地方 真的 好 刚才讲到了 有他们研究出的四个可能 包括拜登大胜 川普大胜 还有拜登险胜 以及ambiguous result 是输赢难定的 输赢难定 输赢难定 最后 他会 这个想定里面 也就是这个演习的想定 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最后发展是说 因为密西根州 刚才讲过 密西根州 因为迟迟没有办法开出票来 又选票被捣毁的情形 所以就出现了两组选举人团 各自支持不同的候选人 然后最后终于联邦出来 要想办法用政治解决的方式 联邦参众两院 在1月6号 已经离选举11月3号 已经一个多月 OK 1月6号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 就这件事情展开讨论 可是双方阵营 拜登跟川普阵营 依然各坚持己见 因此联邦国会 没有办法政治解决 所以到1月20号那天 总统就职日 当天到中午 美国都没有办法产生 新的总统当选人是谁 甚至也没有办法就职 可是1月20号 又是美国宪法规定 就总统必须去职的那一天 那意义就是说 在1月20号那一天 美国的核武器 是没有人来控管的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这看是电影剧本 对啊 美国核武器 是没有人去决定 要按那个牛 或是不要按那个牛的情况 好 这是这个想定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对 好了 另外我们现在再加 往四分之二上走 那就是拜登如果选胜 拜登选胜 这个权力安全过渡计划 想定是拜登在普选票 赢了百分之一 那他的选举人票呢 赢了八票 因为美国有538张选举人 所以一半加一就是270 拜登呢赢了278票 因为他超过当选门槛8票赢 也就是说这选举结果非常接近 那么这个想定呢 是说有三个州呢 在川普的鼓动之下 决定不理会这个选举的结果 派出另外一组 由国会掌握的 或是国会去指派支持的选举人团 这三州分别是密西根州 刚才已经讲过 介绍过 还有威斯康辛州跟滨州 为什么是威斯康辛州 同样的情形就是 威斯康辛州跟密西根州是一样 就是他们是辅会不同党的州 对因为州长跟国会是对立的党派 州长是民主党州长 国会是共和党 都是如此吗 这三个州都是如此 对 然后这三个州呢 呃 宾州跟密西根州呢 州议会呢 同意派出两组人支持川普 同时呢 川普阵营呢 展开了 这个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川普不是最喜欢说人家 是做假新闻吗 他这次呢 为了要扳倒选举的结果 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假新闻攻势 就是他自己才制造假新闻 集中火力 攻击这个通讯投票的合法性 另外一方面呢 他向外散布假新闻说 拜登的心脏病发 所以呢 不能够就任总统了 然后也不试任当总统 然后呢 拜登阵营很快就澄清说 没有这回事情 但是呢 社交媒体 尤其是脸书上 已经大幅在传遍这个消息了 这是另外一个澳部啊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川普呢 另外一个澳部是 这个川普要扳倒选举结果 然后各地呢 都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以及支持拜登当选的团体 也上街头去抗议 然后川普呢 就会开始三风点火 要求警察去冲散那些集会团体 警方一来冲散 就会涌起冲突 跟纠纷 甚至交火 对 制造社会不安 那另外一方面呢 联邦政府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 他就想办法去 拉拢共和党的联邦议员 让他们未来在这个联邦 参众两院 这个做政治解决的时候 能够支持拜登参选 因此呢 他就利用跟民主党交好的罗姆尼 就是上上次出来选总统的罗姆尼 他就想办法去游说 对若干参议员 能够在参议院发言支持拜登赢 而不是川普赢 那经过了这个两三个礼拜的纷争之后呢 各种迹象都显示 拜登虽然赢得比较少 可是他胜选是毫无疑异的 这时候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诺 看到说这个新的一届参议院呢 在2022年的启动选举的时候呢 共和党可能会由中间温和派的这个议员呢 这个大幅进入参议院啊 因此呢 他这时候就私下跟几位共和党中间派的议员 这个私下通通气 要求他们去说 跟他们讲说 你可以去跟罗姆尼讲说 你愿意支持拜登 这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既然在私下做这种表示 表示这个大家也看到风向不对 应该是倒到拜登的那边去了 这个阶段呢 有一个最重要关键事件就是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呢 为了因应社会上动乱不安 他们这些参谋首长们呢 联合开了一个会 去讨论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 军方该怎么办的问题 没想到呢 这个会议 这个秘密会议的这个内容呢 被泄露出来了 引起这个全国一阵讨论 这些参谋首长们呢 他们的态度是呢 这个军方呢 是支持宪法的 而不是支持某个特定的人 或特定的党派的 那这样的一个消息 一泄露出来呢 更让这个民主党吃了一个定心丸 然后也让川普会感觉到更紧张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支持川普的右翼媒体 仍然不死心 有些右翼媒体的就宣布了说 OK我要把这个密西根州 以及那些其他州 派了两组选举人团的那些州 所有的选举人的电话姓名 地址都公布 让大家去打电话 或去骚扰或恐吓他们 然后呢 甚至呢 这些右翼媒体还说呢 这些选举人呢 有些是恋童癖的啦 有些是这么一走私办法 曝露他的私德 对 可是这些私德还不仅是真的 有可能 仍然是假新闻 对 仍然是假新闻 在各地选出的选举人团呢 宣布说川普得到278张选举人票 也顺利当选了 可是川普呢 拒绝离开白宫 这个也是川普在过去 曾经信誓旦旦说过的话 就是说 选举结果结果 他没有当选的话 他可能会拒绝离开白宫 然后一方面呢 他还开始焚烧文件 撕毁文件 焚烧任何其他可能导致 他自己犯罪的这个证据 证据都把他销毁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他开始特色 凡是在他手下做过的事 他都特色 因为他现在还是总统嘛 特色他们无罪 意思就是说 我特色你无罪 换取你将来 这个不会 再咬我 咬我一口 另外一方面呢 他还特色他自己 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他早就已经这个讲过的话 他说 根据他的律师的研究 法律没有规定 总统不能特色自己 这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走法律的这个漏洞 或是这个 摒弃常规 他可以特色自己 他把自己跟所有人的特色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 白宫的特勤人员的保护之下 仓皇离开白宫 他离开白宫的第一件事情 就成立一个川普电视台 或是叫做MAGA电视台 MAGA就是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的选举标语 他的川普电视台呢 成立以后第一个新闻 就是呼吁 这个国会要弹劾拜登 那至于有什么理由 弹劾不重要 反正他就是开始捣乱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拜登当选总统以后 他先开始收拾残局 弥贫社会的纷乱 他聘请了两个 共和党内的温和派 中间派的州长陆格 然后呢 这个开始在参议院 跟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开始调查这个川普的不法 总统的不法情势 然后就要顺便特色自己 当初呢 这个拜登的幕僚 曾经打算做一个政治解决 就是如果说川普愿意 顺利交出政权的话 他们就会替川普留一道门 留一个后路 不会去为难他 让你这个安全的下装 没想到川普顽抗 所以拜登阵营也不得已 只好继续去调查 川普的跟他家人的 总统不法情势 这是这个安全过渡计划的 这个在拜登显胜的一个想定 可是我觉得这个想定有点 这个太wishful thinking 就是觉得这个太称心如意 不只是称心如意 我觉得太把这个 太小看川普 应该说太把川普妖魔化了 因为如果川普到那个时间 才去干这些事 我还觉得不如我们想想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 在烧掉一些证据 有可能 这到我觉得就到了 非常有可能 还有一定可怕的事情 他可能毁掉的 不只是他自己的犯罪证据 他可能想毁掉什么 就毁掉什么 美国的白宫是一片废墟 搞不好 我觉得他可能把白宫是什么 什么那些古董 这个拿回家去 这很有可能 不过就整个的 刚才报告来看 虽然是虚构 而且越听越有小说和戏剧的框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过另外一个台海发生战争的想定 也是一样蛮有意思 就是越想越久 虽然是看起来是虚构的 但是一旦它发生了 到底谁能呢 尤其是台海那个也许发生的机会不大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这影片的这四个想定 部分成真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两个 我们下回再来 什么东西 现在我带地看起来 你们戴通 98